目前世界最大的热点,恐怕就是华为新手机的突然上市了,全世界都在围观拆机以见真伪,可见这款手机是让世界多么的关注和惊奇,然而华为新手机的推出时间太过微妙,这可能只是一次小时牛刀,之后还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喜。 在美国严厉的封杀之下,本以为华为在手机领域再无翻身锄头之时,然而这个打不死的小强,突然的又给世界带来了惊奇和惊喜,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在事先没做任何发布宣传的情况之下,华为突然推出一款高端新手机,不要说外国人难以置信,就是国人恐怕也被惊着了,正因为过于惊奇,所以满世界的都在围观拆华为手机。 看看这个Mate60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一拆一侧不要紧,让世界彻底猛圈了,尽管还无法胜过苹果,但打破了美国芯片封杀却是货真价实。 美国人刚评论完雷蒙多不该乘坐中国高铁,这一会就又开始要求雷蒙多评价,自己赴华见证的这款新手机了。 华为这款新手机是在美国商务部长访华期间推出的,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而为之。 此时正是曾一度被美国联手加拿大非法拘禁的孟晚舟当职华为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是有意挑衅美国政府给美国人好看的,这令人不由得不这么想。 在雷蒙多访华前的8月3日,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会见孟晚舟一行人,当时的报道是他们就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资历自强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家有意要强化,对华为为代表的民企加强支持,更认为是为了积极应对美国的科技封杀战。 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排除李局长是在与华为沟通,能否在雷蒙多访会期间,推出新产品一事? 雷蒙多自封为对华脱钩打科技战最积极的斗士。 近一段时间来美国大部分脱钩封杀政策,都是由他主持制定实施的。 选择雷蒙多访华之士推出华为新手机,显然这是在中美斗法的关键时刻打击美国的时期,更意在打乱白宫的战略计划节奏。 显然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 另外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变革也正在加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金砖扩边所引发的全球南方热。 金砖的扩边,重要的还不在于扩大的实力,而在于发展中国家把金砖机制,当成了建立全球治理体系的平台和范本,在于发展中国家有一届金砖扩边东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 而金砖峰会上热议的去美元化或去美西方依赖,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尽管中国不是主导或领导国家,但中国的影响力显然是最大的。 如果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不佳,那发展中国家就会失去信心,而有了中国这个强劲的动力,信心自然就会大增。 封杀中国半导体芯片,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突破与否,对中国的影响太大。 恰恰华为此时推出5G手机,不仅打击美国的士气,重要的是会让发展中国家更看好中国,更愿意与中国合作。 华为新手机还称不上有多先进,但它代表了一个方向和可能,那就是中国科技要实现腾飞,中国实力自然也要实现腾飞。 这对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中国科技近年来发展势都不错,但半导体芯片领域也确实是中国最大的短板。 可以说美国的封杀真的算作是精准打击,可是在中国最短板的领域下手都无法取胜,那其他领域就更本有非分之响了。 因此手机事小,中国科技腾飞的迹象已经显露才是大事。 美国举全国和全西方自由世界之力,打压中国的一个私企或一个科技领域,都这么费尽无力,全面遏制中国那真的是妄想了。 因此这会极大的提振那些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国家的关注度。 中国也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最大希望和动力。 当然对于欧洲以及一些摇摆国家来说,也具有了更强烈的吸引力,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有益。 总之华为手机出货的时机太微妙,即使是巧合,也太是时候了,这就是天意。 如果华为新手机的推出,确实是与国家战略需要有关,那问题可能就更严重了。 这表明华为这款手机只是仓促上阵,显然还不是华为创新科技的全部家底,明显是会留有后手。 这款新手机在全世界面前被扒光了为观,这也真的是壮观得很。 如今已经证实,中国有了自主产权的7纳米芯片的制造能力。 此款手机的测速甚至快于苹果。 有意思的这是世界第一款卫星电话手机。 这不是5G,而是5G加手机了。 这款手机并没有标记是5G,可确实有了5G的功能。 按华为的说法,是在4G基础上的改进。 这不是细言也不是谦虚,这表明华为真正的5G手机在路上,一旦上市可就不是目前的样子了。 而兼容了卫星电话功能,这似乎是有点6G的意思了。 这华为到底在玩什么玄虚? 这显然是有告诉世界,华为领先的6G研发并没有停留在专利阶段,已经是在应用或测试的路上了。 这款新手机不仅展示了芯片技术,还展示了麒麟、鸿蒙、5G加AI双引擎等软硬件系统。 这都是有别于美国的技术。 华为显然率先实现了去美国化。 然而美国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去中国化。 正如雷蒙多所说,接下来美国还要向中国销售中低端芯片,这样可以为美国的科技企业筹集资本提高创新动力。 美国真是太一厢情愿了,想得太美了。 中国既然在高端芯片领域赶了上来,就表明中低端领域已经完全可控了。 美国还想在芯片领域高低通吃,这怎么可能呢?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给美国机会了? 这7纳米的芯片是怎么实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也没能猜透这个谜。 这么短时间就取得了7纳米的突破,接下来就会有更大的突破。 一旦完全取得了突破,美国的永远领先神话就被打破了。 这游戏可就真的没法玩了。 都说打压中国芯片是为了抢占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制高点。 如今中国卡脖子工程基本上不存在了,与美国比速度拼体力就更容易了许多。 美国有的中国开始有了,可中国有的美国目前却还未必有。 华为最大的长项并不是5G手机,而是5G网络建设。 这可是万物互联的基础和标准。 在5G网络建设问题上,美国的推进速度,似乎是慢了一拍半拍。 这可涉及到的是未来经济的基础建设。 这比拼的可是中美两国经济总体的体质体效。 美国想跨过5G直接奔6G,可没有5G应用的经验和基础,直接跳到6G。 这等于是建设空中楼阁。 华为5G还有一大长处就是兼容性极强, 可以兼容各种技术。 这就是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性极强的特点。 而美国文化的排他性,也造就了美国技术的排他性特点。 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包容或兼容美国,而美国则无法包容兼容中国技术。 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示意场景,以质疑的战略特色。 不管是5G还是6G,也包括未来出现的先进芯片技术,中国可以兼容美国技术。 而美国却必须要绕开中国众多的专利。 总之华为新手机发布的时间过于微妙。 如果不是有意为之,那就是天意弄人。 在中美竞争的关键时刻,宣布挫败美国半导体芯片的科技打压。 这对拜登的脱钩去风险战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这样日韩英澳等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形势了。 难怪近来美国的盟友国家如此紧急的与中国外交沟通。 如此明确的表态,不寻求与中国的脱钩锻炼了。 封杀、孤立、演变、控权,这是美国的战略构小。 目前看来是一条也做不到了。 真的替美国着急了,这下子应当明确了。 对中国,美国市集打不赢,又输不起,还离不开。 这会是发展中国家看到更大的希望。 这会推动世界变革更快的加速。 美国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